美味素食简单做,素食也可以有汁有味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香气十足粉粉糯糯的砂锅芋头包 芋头的选择是做好这道菜的关键 我选用的是福建的槟榔芋 芋香十足粉粉糯糯 无论是打火锅还是做甜品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槟榔的淀粉含量高 我们切一点白菜拿来垫底 喜欢香菜的话切一点香菜碎 我们再切几片姜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起锅热油 先放入姜片,再来两颗八角爆香 然后加入生抽,一点点老抽 素蚝油,稍微煎炒一下,炒出香味 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开水 做一个鲜美的汤底 锅中烧开以后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松茸调味料 让汤底更加的鲜美 让它继续煮个五分钟 这时候我们准备砂锅底部铺上白菜 防止芋头粘锅 随后把我们切好片的槟榔芋头铺上来 然后把我们汤里的姜片还有八角捞出来 把我们鲜美的汤底倒入砂锅中 接着我们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炖煮15分钟 煮好后的芋头又粉又糯 揭开盖以后我们再烧个一两分钟 收一下汁 最后撒上香菜就完成了 芋香满满粉粉糯糯的冰囊芋头包就做好了 超棒的口感 吃完以后你可能会对其他的芋头都再也不爱了 谢谢大家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